二哥爷呀顺眼蓬松 葫芦了一下下巴磕子上留下来的哈辣子 嘴了嘴眼睛 跟这先生说呀 你还盼着我当皇上呢 我要当了皇上 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你弄死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感谢您来到我的书馆 今天呀咱们接着聊 轻功一案爸爸和儿子的故事 还是那个话题 爸爸呀杀儿子了 那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 爸爸和儿子是谁呀 是道光皇帝呀 和他的大阿哥一伪 爱新觉罗敏宁 也就是道光皇帝 这可能是啊 清朝历史上在继位这个问题上 最没有争议的一位皇帝 身材呀并不伟岸 这道光皇帝呀 实际上是个小干巴老头 清朝皇帝呀 还是比较遵祖制的 公马骑射呀 这道光皇帝还是不错的 说起这道光皇帝的大阿哥一伪 这孩子呀 也没比前文书咱们说的那个 雍正皇帝的三阿哥 红石的命强多少 这两个人啊 倒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生下来呀 都不怎么着 爸爸待见 道光皇帝呀 是个勤俭的帝王 这是个很难得的品质啊 作为帝王能够勤俭的可不容易 可他呀 也是一个孤名钓鱼 很虚伪的人 在这个大阿哥一伪身上啊 就足能体现 大阿哥一伪的妈妈呀 是后来道光皇帝的何妃 这位娘娘出身并不高贵 只不过是当时皇子府中啊 一个端茶倒水的丫鬟 可是说呢 他身份不高啊 心路可不宅 他一心的想往上熬 他要想往上熬 能怎么熬啊 那无非呀 就是让这个阿哥看上自己 纳为了偏方 于是啊 他就紧着着 扒进测浮进 那这是为什么呀 好在这个主子阿哥面前呀 能够多露了脸 一旦被主子临兴了 生个一儿半女 自己不也就平不清爵了吗 这日子一长啊 他还真就被这二阿哥棉宁看上了 那会儿的道光皇帝呀 还在前底做阿哥 还不叫敏宁 还叫做棉宁 您就想去吧 这庄家地里呀 他不能不长熟悉 只要你撒准啊 肯定就有收获 这一来二去呀 哎 这丫鬟呢 还就真身怀有孕了 就给这二阿哥棉宁 生了一个大儿子 要说这真是一件 让人高兴的事 这二阿哥棉宁啊 看见这个儿子以后 按说应该是啊 头上顶的呀 怕脆了 还在嘴里怕话了 实际上啊 可不是这样 自打呀 得了这个儿子以后 这棉宁就没出过门 为什么呀 他先害臊 刚咱不是说了吗 在性格上啊 这棉宁啊 其实他挺虚的 他爱护自己的名声啊 有点过了 这二阿哥呢 对外呀 一向是以清心寡欲自居 当然了 这再清心寡欲呀 他也得有孩子 可说嘞 您要是跟您的福进 侧福进 哎 哪怕是跟您的小妾有了孩子 这到外边一说呀 他也好听 哎 您怎么把人丫鬟肚子弄大了 这恼羞呢 他成怒 所以说呀 这棉宁对这娘俩呀 也不怎么关心 不怎么过问 可是您再不乐意 这大清国呀 他有制度有家法在 皇上家天人进口啊 那得报备宗人府 并且您是皇上的二阿哥 无论生了男女 得叮不叮的赶紧奏报父皇 您瞧这棉宁啊 生了个儿子 他不得乐意 可乐坏了宫里的皇上老爷子 这家庆皇帝一听怎么着 自个儿见着接被人了 还是个孙子 都乐辟了 百都找不着了 仁宗皇帝啊 命令这个尚书方大臣 赶紧给自个儿这孙子 拟一个名字 这尚书方大臣 嗖长瓜度啊 终于想出八个 特别吉祥的字来 承报给了皇上 这皇上啊 就在这八个字中 选定了为 于是啊 他这个孙子就叫做 爱心觉罗一为 嘉庆二十四年的征月 这嘉庆皇帝过生日 皇上一高兴啊 又想起这孙子来了 于是啊 就破天荒子 给这个十一岁的小阿哥 封了爵位 多罗碑了 为什么说是破天荒呢 因为这大清国呀 他有祖制 十五岁的阿哥呀 才能够被封爵 通常说没有什么 特别意外的事啊 这十五岁以前被封爵的 那都是早早班班的就死了 可能啊 就是因为皇爷爷 藤孙的这个举动啊 就暗喻着这义伟呀 也活不了太长 要说这义伟呀 这少年时期 那简直就是风风光光 晚人瞩目的一位小阿哥 可是转眼啊 这嘉庆皇帝 驾崩木兰为常 道光皇帝 继位子进城 要说啊 这爸爸是皇上 自己身上呢 又有着贝勒的爵位 爸爸登基以后啊 就应该啊 给这义伟大阿哥嘛 封个王爵 哎 这不为过 必定啊 这贝勒和这个王爵 就只差了一级 可是啊 出人意料咯 这道光皇帝啊 压根就没打算 给这个大阿哥义伟啊 进封 直到道光十一年 这义伟死啊 这义伟啊 也就只是个贝勒 爱心觉罗闽宁登基的时候 哎 这会儿啊 登基了 就得叫敏宁了 膝下呢 有三个儿子 就是皇长子义伟 皇次子义刚 和皇僧子义记 满朝文武 内功上下呀 全看得出来 这皇长子义伟啊 虽然是这道光皇帝的大儿子 可这道光皇帝心里呀 偏疼偏爱的 是义刚和义记 当然了 这里边他和出身有关系 因为这俩儿子呀 是孝敬 成皇后波尔吉吉特所生 这姥姥家呀 他就比较高贵 这有清一代的皇上家呀 不识兴立太子 可是啊 看得出来 在义刚和义记的教育上啊 这皇上是按照太子的标准来的 而对这义伟啊 就有点撒手随性了 这义伟啊 打醒就有一个好师父 什么师父 可不是那个 教这个四书五经的文师父 五师父 教骑舍的 就是这个侍卫贵名 这贵名是什么人啊 在这儿啊 咱们不做过多的解释 总之您记住了 大内侍卫 而且侍卫将军身上有无数的军功 所以说这义伟从小啊 骑舍武功是好的 就喜欢个行为打猎 你要是让他坐这上书房去读书去 那完了 屁股沾椅子那会儿啊 这上眼皮就和下眼皮打架 多数情况啊 是师父上边讲 他在下边打瞌睡 其实啊 这义伟心里他明镜似的 这呀都是道光年了 康熙晚年的时候 九子夺嫡 皇子争处 这些事情啊 都在这些皇族心里刻着了 他知道啊 爸爸如果不喜欢自个儿啊 自己别说是长子了 就是嫡长子 也不一定管用到哪儿去 还是啊 得立那个贤德的为储君 大哥知道 自己本身呢 就不受爸爸待见 看看如今这种形式啊 自己离这储君的位置啊 没有一万他也有八千 我说的还是公里 于是他也就放纵自己 让自己个儿啊 随性长 大不计以后呢 也就是个闲散王爷罢了 要说这人生啊 他往往是世事无常 瓦片也有翻身日 是东方天有转南时 眼看着 如果再过些年啊 道光皇帝 一旦要是想立储了啊 那不是一纲就是一纪 怎么着 也沦摸到一围 可是啊 风向变了 时期来了 这一纲一纪啊 这哥俩啊 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 就在道光九年 烹成啪叉 哥俩全死了 这道光小干嘛老头啊 一下子就麻爪了 这话怎么说的呢 因为这道光截止到现在啊 他拢共就仨儿子 你想后来的 老四一主 老五一从 一个是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 另外一个呢 生人是同年同月的十五日 这可都是一围死了以后的事了 所以说这会儿 这道光皇帝和满朝文武 一下子把宝啊就压到了 这唯一的希望一围身上 可是这会儿的一围啊 二十出头了 这毛病啊 早就灌合尸了 从小就没正经过 懒散惯了呀 他哪受得了这个呀 就好比是这游学多年的秀才 你再往书房里关啊 你算是关不住了 好家伙子嘞 这位准太子爷呀 我行我素 他还是那脾气 有一天呢 又到了上书房习闻的日子 这一围啊 往上书房一坐 浑身就别扭 师父啊 没讲几句 这阿哥爷呀 就二本子里头着了 不知道他呀 昨晚上干嘛去了 睡得这个香弄 喀喇子都下来了 呼噜都起来了 没办法啊 上书房教阿哥 那都是一对一的教学 是一个师父教啊 一个学生学 好家伙子嘞 上边师父讲课 您得底下学生睡了 那这师父是讲是不讲啊 所以说这师父啊 没办法 只好啊 用这扇子饼敲桌子 当当当 把这阿哥呀 才算唤醒 这义伟一被吵醒了啊 心里头这个烦怒 先生啊 也不识个趣 还能斗斗斗的说 他说呀 阿哥好好读书 将来好当皇上啊 其实透过师父这句话 就能看出来呀 这满朝文武 对着个义伟的期望 这阿哥爷呀 顺眼蓬松 葫芦了一下下巴磕子上 留下来的哈辣子 嘴了嘴眼睛 跟这先生说呀 你还盼着我当皇上呢 我要当了皇上 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你弄死 这一尾呀 九成九 这句话呀 是玩笑话 可这师父当真了 叮吧叮的 跑去圆明园 把这件事情 禀告给了道光皇帝 这皇上一听就急了 您别看道光这小干嘛老头 身上有武功啊 他脾气还不小 去 赶紧把大哥给我找来 要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啊 这一尾倒霉心里去 他也不知道 爸爸找自个儿干嘛呀 给皇妈妈请完安呢 偷眼一瞧 坏了 自个儿师父 我在一边跪着呢 再往这脸上看呢 这老头子 应该是啊 在皇上跟前 已经抹了半天眼泪了 于是呢 他笑吗字的 就往这老师身边走 他说师父你瞧 我跟你开句玩笑 你怎么还当 正说到这儿啊 这小干嘛老头 道光可就过来了 上边一个窝心嘴巴 下边一个窝心脚 这两下啊 着着实实都落在了 一尾的身上 这道光皇帝 看了看被自己 打躺在地上的一尾说 你冲撞了师长 还敢在这儿 嬉皮笑脸 今天我非打死你个畜生 可是这会儿 有点不对劲 这一尾啊 躺在地上 不动了 原来呀 也没那么寸 这道光皇帝的一脚啊 正好兜在这 一尾的四处 这小府一针剧痛 这一尾啊 当场就昏死过去了 这一下子 这道光皇帝也着急了 那那那 赶紧传太医吧 抬下去抬下去 可是啊 没过多久 这一尾啊 死了 那有人就说了 这事是真的假的 他写在青石稿上啊 还是青石路上 还是道光皇帝的起居柱上 哎 都没有 这个故事啊 出自一本书 叫老太监的回忆 这本书啊 我看过 搁金人的角度看呢 半演绎 半写实吧 在青道光石路当中 记载了一尾 从患病到去世的全过程 并且说呀 在这期间 这道光皇帝啊 还亲临这个病榻前问候 所以有人说呀 这个道光皇帝 一脚把儿子踢死这件事情啊 不太可信 可是我倒是觉着 是被他踢上的 他就不应该去病榻前问候吗 很显然啊 那个时期呀 他只有一尾 这一个儿子呀 所以说呢 这故事呢 我只能是往细了给您说 至于这史书不载的 结果还得您个人去分析 得 累天不早了 今儿咱就到这儿 明儿啊 咱们拿把尺子 我跟您一块儿 咱们去量一量啊 这道光皇帝 一脚踢死自己 亲儿子一围以后 心里阴影面积 到底 他有多大 她们在请不吝点赞 abo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